5月3日消息 日前 有一款型号为L-PAN00的荣耀新机 在工信部完成入网并通过无线电核准 预计为荣耀200系列 这款新机已经通过国内3C认证 配备100万充电器 至此 这款新机已经拿到上市必备的三证 只待官宣发布时间 据博主爱数码闲聊战此前爆料 这款新机配备1.5K超高频居中双孔显示屏 搭载骁龙8系次旗舰平台 支持百瓦快充大电池 此外还有小长焦镜头 暂定5月中下旬登场 作为参考 去年11月发布的荣耀100手机 搭载第三代骁龙7移动平台 正面配备6.7英寸OLED显示屏 分辨率为FHD加2664×1200像素 支持最高120Hz屏幕刷新率 荣耀100月影白 荣耀100后置双摄 为索尼IMX906单反击写真主射 5000万像素 F1.95光圈 支持OIS光学防抖 加112度超广角微距镜头 1200万像素 F2.2光圈 前置5000万像素写真镜头 F2.1光圈 1200万像素 Ginx106 88.1光圈